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欠我 直到某一天 你发现你开始厌倦了这种生活 你开始埋怨了 你开始叹息了 你开始对人生有了感触 我们大多数人 家里都有个大房子 小院子 我们可以推开大门 就能感受到自由和框场 现在 我们进了工厂 没有大房子 更没有小院子 只有狭隘的员工宿舍 我们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蜗菊 工厂的生活总是那么的枯燥无味 每天的上班 下班 加班 让人感觉到压抑和疲惫 很多工厂没有双修 更别说节假日 放假了 我们总是在丧班 加班 老板 就是你敢要他钱 他就敢要你命的人 而我们 就是那个要钱 不要命的人 你们好 我是白小帅 这样的一段话 感谢你的聆听